杨之林是塔里木油田的石油地质专家 他带着学生进行野外考察 目的是要寻找那些逃离到地面的油气 在人类尚未掌握勘探技术之前 这是寻找油气最直接的方式 也是人类最早认识石油的方式 你看这个可以看到这个三人这个油渗出来了 我们然后再闻一下味道 这个油温非常浓 在这些山谷里伴随着隐约的汽油味道 可以看到有很多液体从石头中渗透出来 甚至已经汇聚成了黄色的溪流 沿着河谷向上游探群的过程中 这些像黄油一样的液体就会越来越多 它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做一下点火试验 看这个能不能点起来 看 这摸着大黑烟的 你看 马上就像那个灯芯一样的 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些黄色的液体居然被轻易地点着了 原来地质构造断裂将深埋地下的石油带到了地表 暴露出来的油气逐渐逃逸到空气中 而这些遗留下来的黄色液体就是自然形成的石蜡 是石油经过各种物理化学反应的结果 类似神奇的现象还有很多 比如在塔利木盆地的一个山谷里 有一团常年熊熊燃烧的火苗 它是由地下天然气逃离地表产生的 至今没有人知道这团火到底燃烧了多久 但它的确为我们带来了光明和能量 我们下期见